弟子的表哥认为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眼 既然一切法都是假的 就不用太积极争取什么了 表面于事无真 却生活得很不积极 也没有责任感 请问老师 这是否对佛法理解错误 应如何导正表哥的观念 确实这个理解错误 那么要学佛呢 要好好的学经教 这一句话 这是金刚经的四九纪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眼 帮助你看破 看破事法 极极复复复 你才能成就 如果你事法看破了 什么都消极了 你将来还是受业力主宰 你出不了六道轮回 父母养育你 有大恩大德了 你在生活上消极 没有责任感 你这大不孝啊 不孝的罪 就在山途 那么你修佛 最后修到山途 你错了 而且怎么样呢 也破坏佛教的形象 佛不是这样教人的 佛教你修经业三福 孝阳父母 奉死四掌 慈心不杀 修世山逸 没有教你消极 修这些法 你不执着 那就叫佛法 你要执着呢 执着是世间善法 金刚心是叫你破执着的 就是叫你放下 妄想分别执着 金刚心目的在此地 断一切物 修一切善 不执着 不分别 不起心 不动念 这是菩萨了 这个道理要懂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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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